可以说有一系列话题 我们都非常希望与观众朋友们讨论 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如果大家去中国的热搜网上发现 我们中国网民最关心的话题 却不是这一些国际大事 而是明星离婚的一则传言 是谁呢 这个汪峰和张子怡 之前一直有网络小道消息 说要离婚了离婚了离婚了 每一次两个人都出来否认秀恩爱 说好着呢 没有离婚的打算 结果今天两人几乎是同时 在各自的认证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声明 宣布八年婚姻长跑正式结束 同时又说好说好散 希望换一种方式 让彼此更好的成长 这样啊汪峰和张子怡离婚的消息 算是官方宣布了 不过这好像不是汪峰第一次 就都抢头条 把各种各样的坏消息 目光都引开了 汪峰和张子怡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请到的是华尔街论坛娱乐组的专家啊 小杨给大家介绍 这个其实啊这个事情你你要怎么说啊 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汪峰多年来这个抢热搜 终于磨成了真的 这个因为一大早其实和平先生进来就问汪峰是谁 这个可能在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汪峰这个人你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地铁的车站里 听过有歌手唱过他的歌 那在选秀的节目里呢也听过啊 有选秀的选手啊选他的歌 或者是直接就成为啊 汪峰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一个战队的成员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中国上网 你很难不知道啊汪峰这个人 但是我换一个方式来跟和平先生来解释一下汪峰啊 究竟对于中国的这个或者是上网的人来说 或者对于作为一个华人来说 他是一个多么传奇的存在啊 这么说吧 那汪峰哎他至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怎么有故事的人呢 他至少有三本啊离婚证 所以说哎他至少哎抛开歌手啊 这个音乐导师呢抛开一个父亲的身份之外 他那这个三本离婚证至少也能证明 他是有一个有故事的人了 那在北京时间的10月23日的下午呢 汪峰张子怡就传出了离婚的这个 先是一个传言大家纷纷也不信啊 那有人就开始展开了网络上的大搜寻 有因为是有中国的娱乐博主 就直接主动爆料说 汪峰张子怡确实离婚了 那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呢 是女儿归汪峰儿子呢归张子怡 随后呢哎在北京时间也是同一天的 10月23日的下午 汪峰和张子怡是共同进行了一个声明回应 他们发布的共同声明是坦言经历了八年婚姻的 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啊以商议是决定解除婚姻关系 并表示这是两个成年人共同的决定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 确实是不容易 因为毕竟是熬过了七年治养的 好歹有八年 所以呢哎你也可以体会到这一对夫妻 可能他们有很多啊言不由衷的一些故事 那么声明中也说啊 未来他们将以亲人的身份是共同的抚养 陪伴孩子们长大呢 依旧也是孩子们最信任的父母啊 张子怡这边的声明啊也比较感性 他说和汪峰曾经携手共度美满婚姻 这八年来也一直幸福的照顾家人 他说我们之间啊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之争 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背叛 他认为啊现在只是换一种方式让彼此更好的成长 但为了保护家人呢也避免过多的占用 公共资源以后不会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张子怡和汪峰呢是在十年前2013年传出的恋爱消息 2013年底啊汪峰在演唱会上也是公开表白张子怡 两人正式啊宣布了这一段恋情 之后呢是在2015年结婚 汪峰是之前啊有过四段感情 三段婚姻三个女儿分别由三个女性所生 大女儿小苹果是由这个葛云杰所生 二女儿是由康作如所生 那小女儿呢这个汪诗仪小名是醒醒 那是和张子怡的结晶 在2020年呢张子怡在为汪峰添加一子 那过去啊汪峰和张子怡也时不时会晒出一家的甜蜜合照 可能在以后呢这种一家这个真正齐齐的景象 可能很难见到了 那么其实啊在这个整个中国娱乐圈呢 介入到或者是起到这个汪峰张子怡婚变的 这个信息传播呢呢也不只是有媒体记者 赵本山他的徒孙啊之前就在直播中曾透露啊 汪峰和张子怡确实离婚了 并且二人分割的财产金额高达35亿人民币 当时啊有人关注到这个消息 但是没有掀起任何水花 另外也据那个中国的另外一家媒体凤凰网 报道张子怡与汪峰最后一次同框被人发现是在上个月的9月9日 他们被记者拍到啊 是张子怡一家四口打扮得很低调去餐厅吃饭 当时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去吃烤肉 汪峰领着女儿儿子呢跟着张子怡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啊当时的这对夫妻啊几乎是零互动的一个状态 因此间还保持一个距离啊 还有更多的这个网民啊也是展开了各种挖掘 发现啊汪峰每年都会在微博祝福自己的太太生日啊 高调的晒恩爱 今年啊反常了没有公开发文祝贺啊 也是被推测啊这个婚变啊早有这些端倪 所以说哎这个也是在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啊 比较娱乐八卦方面信息的一个分享 为什么哎呀说这一条呢 因为这件事啊可能在网络上传播的影响力非常之大 甚至大过了啊我们之前也讨论到的 或者已经关注了一整个周末的这个啊 中国上证指数A股的这个3000点防卫战 嗯好谢谢这个小杨的介绍 那么有关于汪峰和张子怡背后的更多八卦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特别关心的话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相关频道 今天一大早就已经为大家进行了报道 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追踪 看看背后到底是不是还有啊 不好意思明白说的相关的原因 有的时候啊两个人呢如果是